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說從以色列到伊朗 從伊朗 以色列到加薩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美國媒體時代雜誌一個大爆料 Google居然向以色列國防部 提供了雲端運算服務 在加薩戰爭期間 深化雙方合作的協商 也就是說 以色列軍方可以用 這個人工智慧系統 挑選對加薩空襲目標的報導 結果現在告訴大家 全美Google員工大不滿 指控這就是種族滅絕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段抗議訪問 好 以色列國防部 據說使用Google雲端 然後花了這個百萬美元 好 但是現在呢 那你說到啦 以色列平易戰盡啦 你看他在各方都有優勢啊 在對伊朗的部分 美國飆山挺他耶 好 那再加薩的部分呢 又有Google 好 那現在呢 美國要幹嘛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最會的就是什麼 制裁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說要制裁 歐盟外長說現在要制裁 所以現在呢 到底接下來會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看一下 拜登見到了伊拉克總理蘇達尼 但是呢伊拉克也撇清 欸 我沒有參與這場衝突喔 他的飛彈不是我給的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大陸的反應呢 大陸外交部長王毅他說 以方採取的行動是有限度的啊 有權對主權受侵犯 做出自衛回應 就像大家問英國的 他就問他說 那如果你們大使館被炸 你們會怎麼樣 他說我們當然是權力的反擊啊 那伊朗不是同樣的狀況嗎 所以你們這些在制裁別人的 你們歐盟 你們的大使館被炸 你會怎麼樣 美國你的大使館被炸了 你會怎麼樣 所以很不公平啊 這裡面只有王毅講的最對 這因為他基劇國際公法講的 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 有空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 寫得非常清楚 任何會員國遭受到 武力攻擊的時候 那麼他說 他不必等到聯合國安理會 做出任何決議 他就有權進行自衛 這個是他所謂他固有的權利 就行行實行自衛 所以呢 並不是說 所有軍事行動一定要透過 透過什麼 透過聯合國安武力的授權或同意 聯合國憲章51條明確講 他的會員國如果受到 其他國家的武力的攻擊的時候 他不必等到安理會做任何事 他可以做出那個 自衛的這種 他說進行自衛行為 而且伊朗在攻擊前幾天 其實有發消息 而且他沒有超過比例 他只是打他的軍事 目標軍事軍方軍事設施 對英文就叫proporcionate 就是你一定要等比例的 所以伊朗事實上的話 我覺得他這個行為 事實上從我們對國際法了解的 國際公法了解的話 他沒有違反國際公法 那你美國有什麼好制裁的 而且我覺得那個演戲 把那個把伊拉克的總理叫去 你沒有從那邊發的 我跟你講伊朗這次都是1600公里以外 在他國內的幾個基地 直接用遠程的這個飛彈 巡弋飛彈 還有這些無人機去攻擊以色列 對 那中間有個問題 你說他借到最多 怎麼飛過去的 借到最多是借到伊拉克的上空 伊拉克 你看美國對伊拉克要求什麼 你沒有從你基地發射 你的自己國土發射 你就已經沒事了 可是這就表示 阿拉伯國家 對於伊朗的這個行為 並沒有從中阻撓 因為他這個1600公里 你知道這個 包括這個見證者136 對 他一個小時飛多少 185公里 他這個他飛了 一個小時就飛185公里 非常慢 他飛了5個小時 才飛過去慢慢飛 這個真的飛很久 巡弋飛彈也要飛一個小時 因為他可以帶40公斤的炸藥 蠻重的 他非常慢 他CP值很高 他提價造價64萬台幣 時速185公里 對不起 他從1600公里以外飛過去 老實附近的國家都讓他飛 都沒有把他打下來 對啊 你在飛空中看 你一個是180 你要打下來 多容易 而且185說真的 飛5個小時 以色列知不知道 早就已經瞄準 在那邊等了吧 對 不過這裡面美國就是說 我覺得他們媒體帶的 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美國不想把這個事鬧大 所以說99%攔截 事實上是 包括伊朗還有一些國家的資訊 事實上以色列 伊朗用了三種武器 一個是無人機很慢的 巡弋飛彈也是亞音速而已 對 那所謂的導彈 伊朗的導彈 事實上 他速度非常快 以色列有沒有攔截到 沒有 哦你是說打到空軍基地的那一個嗎 沒有攔截到 而且打到多少枚 以色列說打多少枚 他說 美國也說沒事 可是伊朗說戰果瘋瘋瘋瘋 對啊 你說實話巡弋飛彈跟這個 跟這個無雙機被你攔截到 可是問題就是說 你有武器你攔截不到的話 這就是問題了 對 那所以伊朗這次現在他就說 那個因為以色列已經說 他還要報復了嘛 他們開了內閣會議嘛 他說將會有所回應 以色列參謀總長說 他會有所回應 那美國就 美國勸他不要啊 不過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前提就是說 其實攻擊的目標 是不要讓美國為難的 所以他要跟美國商量一下 所以還要挑地方 還要挑地方 這一局啊 對如果說 他又打了伊朗的國土的話 那這件事情 伊朗已經說 你只要打我 我就秒回 對 算秒的 那以色列你今天他就 他秒回他真的要打你 他就不會用他的無人機了 對 無人機是一種戰術上 用這些飛機的對不對 他表示我有打你 就這樣對不對 那可是他真的要打起來的時候 伊朗有沒有這種 這種 美國跟以色列都攔截不住的飛彈 這次就證明有 對 而且這次我覺得也看出了一點 動不動呢 我就幾百架幾百架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伊朗後面還有呢 如果是幾千架 幾萬架這樣飛過去呢 以色列招架得住嗎 不是招架 以色列人花了13億美金 對 哈哈哈 然後 現在這次以色列花 400多億美金 對啊 413億美金 所以到最後又是美國買單 而且這個這個數字裡面 我還不知道有沒有包含 美國的標3呢 對啊 最後就是美國買單 對美國買單 好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好那就經濟面來看呢 德國就比較聰明了 德國就轉向了 哪裡有市場 我往哪裡去 我幹嘛跟錢作對呢 所以啊這個蕭茲到了 北京見到了習近平 但德國商報很有意見 他們先報導 來自德國的壓力過於溫柔 缺乏力道 就經貿議題 蕭茲此情散發的訊息叫做 一切造就 就是等於蕭茲千里迢迢 上次去一天被罵得要死 旋風市怎麼樣不敢多留啊 這次來了三天 消息影響力都沒有那麼大 然後還被說 好像是來跟中國講 一切造就 這就代表著 你跟我下的單 一切造就 不要少買喔 好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習近平主席呢 也跟蕭茲說 中德合作不是風險 中國的新三樣 電動車 離電池 光伏 不僅是豐富全球供給 直接打臉所謂歐盟在講的 產能過剩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接下來我告訴你 大老闆講的話最準 我們來看寶馬好不好 B&W多實際呢 好 B&W 奔馳 雙B都來了 好這次來的是寶馬CEO 但是呢 奔馳CEO之前有接受訪問 奔馳的CEO之前就講啦 退出這麼大的中國市場 不是我們奔馳的選項 寶馬怎麼說呢 這一次他有跟著燒子一起來 我們沒感受到 中國汽車製造商的威脅 我告訴你後面他那句話沒講完 反而是我們感受到了 中國的電池製造商帶來的龐大商機 各位就在去年B&W下了一個訂單 4000億的電池大單 你知道被誰拿了 你知道嗎 大家一定會說寧德時代嘛 這麼厲害 寧德時代之前跟他就有合作了 錯 今天我要告訴大家 能夠搶到寧德時代大單的 豐巢能源 很多人想說 豐巢能源是誰 寧德時代跟一偉靈能 他們是早就已經批底 大家都知道 來 豐巢能源 他們是最近這幾年呢 算是新秀啦 2018年才成立的喔 2018年成立 就已經2024可以搶寧德的單了 2023年BMW取得了 這三家廠商電池大單 這個人民幣有960億喔 那豐巢能源的客戶有誰呢 各位也都是您耳熟能詳的 長城 領跑 理想吉利銀河領客 還有我也在開的 Mini Cooper 那Mini現在有在出這個電動車 中國電動車的電池市場 豐巢能源排名第四喔 從這邊你就可以知道 天啊 大使 中國的電池這個新能源 內捲是這麼的猛啊 哇 現在豐巢能源都跟 您的時代搶單啦 這個豐巢是有後台的啊 它有母公司啊 是 它母公司就是長城汽車 是的 哎呀 不要以為中國只有 比亞迪寧德時代啊 它是有後台的啊 所以所以它2018年才開始生產 那很快就有它的 有它的試占率 很快它的技術就有很大突破 那所以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它能夠拿到B&W訂單 就表示它的性價比已經 已經有競爭力了 對啊 那中國大陸除了 寧德時代 事實上 義偉 還有比亞迪啊 對 還有比亞迪呢 比亞迪的電池 比亞迪是比較低調啊 都它自己做的啊 所以中國大陸的這個 這個整個的電池 事實上的話 真是 真的 當然現在這個華為已經說 不要用11領先 它確實11領先啊 是 那它還有一點還沒講呢 事實上的話 像Volkswagen的話 就是說 這個他們事實上 它的所謂的自駕系統 還有這種啊 所謂的智能座倉的這些啊 軟體設施啊 事實上他們做不過中國大陸 所以Volkswagen也下單啊 它也是跟中國的汽車合作 基本上就是怎麼講 要借助中國在電動車 尤其自駕系統 還有就是說 所謂的智能座倉 這兩方面 在軟體的方面的領先 所以中國大陸是有領先的部分 那當然BMW 它還是有點德國人自信 它沒有感受到中國製造商 因為它在高價位的汽車上 它還是有它的一定的試占率 可是問題它要轉電動的時候 它就會跟中國合作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就是說 它還是有信心 像一個比較有自信心的德國人 不像這個 這個蕭茲我覺得 所謂不像一個工業強國的領導 因為它這個基本上 美國 沒有美客那個開 沒有那個開 然後呢 基本上 它有什麼道理要去跟中國打 打什麼 要怎麼樣 要給中國大陸壓力是什麼壓力 你拜託啊 你的經濟靠中國大陸啊 對 你的這些重大的這些工業的巨頭 都靠中國的市場 因為中國如果不跟他買 不跟他合作的話 其實才是德國壓力 對啊 你今天你這些Benz來講 Benz去講 B&W 它今天它的整個 整個的收入 可能它的這個收入 有兩成 甚至高快三成 都中國市場賺的 中國還是一個 繼續往上走的市場 對 你經得起失去中國市場嗎 對 另外一方面 你要往未来去电动化的方向去走的话 你现在电池你力气炉灶 你赶破中国的 而且现在电动车市场已经 我们说现在不是刚开始哦 现在已经进入了兵家战场的 这样的一个局面 德国我觉得双逼是比较聪明的 因为你就像大使刚刚讲到 你现在开始自己发展 你赢得了宁德时代吗 你赢得了宁德时代 你赢得了义伟离能吗 你赢得了蜂巢能源吗 还有比亚迪你赢得了吗 所以大使我们接下来还剩一点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而且各位大家常看到的新闻 就是宁德时代去墨西哥 去哪里建厂 搞得美国很紧张 美国现在第一个目标宁德时代 我先打最大的 但是你知道吗 蜂巢能源还包含了比亚迪 其实最近在布局的是哪里呢 美国市场没有人要去 现在大家都去东南亚市场 同时蜂巢能源 2023年就是去年 3000瓦已经投下去了 要去泰国盖电池模组工厂 而且在德国早就已经布局了 这个负责人呢 蜂巢能源的欧洲负责人 吴凯威 他直接就告诉大家 我们公司的目标叫做2030年 各位我这个只有抓出欧洲 欧洲产能我们要达到50几瓦时 什么意思就是可以帮100万辆电动车提供电力 同时呢在2020年的11月2022年的9月份 蜂巢能源早就已经到德国去建厂了 建了电池包建了这个电池工厂 然后接下来呢还没完还要继续盖跟比亚迪一样 接下来他们计划要盖五座的电池工厂 对我觉得这是中国这个汽车产业 尤其电车产业这是快速的全球化 速度快到令人惊人 对啊 这2018年才成立的一间公司 对他当然有长城汽车的地 不过就是中国汽车 我们常常讲在中国能够生存的汽车厂 他就有世界性的竞争力 不管技术行销各方面 他都有世界性竞争力 那世界市场大得很 现在美国不让竞争 因为宁德事实上跟我记得他跟GM好像在谈嘛 因为GM想找他去美国投资 那现在美国的政府态度正在犹豫 无特先找宁德 然后被搅局了就失败了 破局了 可是美国现在你不跟中国买 你去跟韩国买 那上一次在这个美国这个大风雪的时候 那个Tesla很多电池输不进去 在芝加哥 在芝加哥 那电池都不是中国电池 韩国的电池 韩国电池不行 那问题就变成说 你要汽车 你要发展的话 你自己去搞电池 现在已经太晚了 那就是用中国的 中国大陆你看 全方位啊 除了在 在这个 你看宁德 我们告诉您的 除了在这个 在在美国哈 他事实上在欧洲匈牙利也投资了60亿欧元 是的 对啊 所以都是非常快 台湾布局都已经开始 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我觉得商业界 从商业界的规则的话 我打不过你 我就跟你合作 因为我很好奇 美国做的特斯拉电池 还有什么电池吗 美国没有啊 没有啊 对啊 美国现在就只有特斯拉 对啊 而且而且说实话 他美国的电池基本上 全世界电池只有三个国家在做 嗯 就是中国韩国跟日本啊 对 所以他也是用别人电池啊 对 现在就中国 中国电池全球市占率不在的扩充 韩国在缩小 日本也在退出啊 对啊 日本自己搞错方向 他搞那个氢能 对 对啊 他认为将来用水就可以跑 搞出来 你看现在没有看到东西啊 是 对啊 所以这个就变成就商场是很现实的 那又看不懂德国商报写 那个是什么意思 你到底 你德国为什么要跟中国 施加什么压力呢 嗯 你有什么好压力 你跟你的那个啊 你跟你的生意的伙伴 这种鹰派的啊 你要你要去管中国的政治体制吗 中国的政治体制比你德国还好 嗯 没错 所以啊 今天大使评论非常好 所以德国的底气呢 各位 现在可能要靠中国帮忙撑着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 在市场经济面嘛 这是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嘛 全世界都在拼经济 全世界都想要进入中国这个市场 所以啊 德国啊聪明一点啊 接下来呢 五月份 呃 呃 呃 要去防发了 嗯 接下来我们就等着看了 欧洲是否在这一波的浪潮声中会转向呢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层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何外的损控